殺害女友殘忍分屍 殺害女友殘忍分屍 無心男子把女友的轎車 開去洗車場 裡裡外外 大整理 還丟掉一包垃圾 那兩個跟妳說 這車有火嗎 很恐怖 跟她分成六塊 分成三塊也都等在那裡而已 她想清理掉的是 殺人證據 在浴室把人分屍是不是 小軍… 你去買了鋸子跟蓋子 這幾天睡覺睡得安穩嗎 你有沒有良心 還可以去上班 劈腿有狠心殺害女友的無心男子 面對詢問她一句話也不說 她殺人分屍 竟還能冷靜地上班 若無其事 是發現媽媽就是很久 沒有發現到人了 才去報警對不對 媽媽跟這個男生 類似多久知道嗎 死者的兒子總算找到媽媽 但卻被分屍成七大塊 裝進三個塑膠袋中 被丟棄草叢 臉書上30歲的無性凶嫌 給人陽光正面形象 他是工廠作業員 和大12歲 現年42歲的張姓女子交往 但嫌犯在外疑似又劈腿多名女友 卻又要求被害人 不能跟男性友人外出 疑似就是這樣 被害人提出分手 沒想到1月8號 嫌犯徒手把被害人勒比 他又到大賣場買鋸子 在浴室將人分屍七大塊 裝袋之後 用被害人的轎車運送棄屍 警方查出被害女子1月7號就無故曠職 隔天兩人爭吵遭殺害 直到24號兒子報案與媽媽失聯多日 2月2號才找到屍體 凶嫌在15號還曾用被害人手機 與死者的兒子傳訊息 模仿被害人口吻 說已經受夠了 要在離家這段期間 要求凶嫌搬出去 無手腳勒 因為他的這個舌骨 右側有明顯的骨子 體的部分 大概被分解了 七塊 案件能順利征破 關鍵就在死者的轎車 曾被清洗整理 甚至重新打蠟 警察官懷疑嫌疑人 企圖滅陣逃亡 緊急居體 嫌犯才坦誠殺害女友 分屍丟棄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